神像诡异 作者 白日放歌 演播 穆斯韦 墨语清清 独家出品 1016集 第二天一早 张凡众人早早起来 镇上宾馆没有早餐 几人在外面吃了一顿早餐之后 便直奔大喇叭村 进村后 众人到了大喇叭村的南坑 远远便看到 有几辆警车正停在南坑西侧的主路上 张凡几人经过警车的时候 为首的那辆帕萨特警车 豁然把车门打开 只见身着一身干练警服的王子辉 从车上走了下来 几位警官好啊 张凡看了一眼王子辉 微微点头 然后说道 什么时候来的 啊 今天早晨七点便已经到了 昨天我就想过来 但是 几位离开以后 我处理完手头的事 县里没有给我打电话 让我过去开会 所以就耽误了 今天呢 一大早 我便早早赶了过来 昨天我离开公安局的时候 让你帮忙调查 王昌喜弟弟的案子 你把他支给了手下人 而那个人 正是之前逮捕的弟弟之人 这个人不但没有帮忙查案子 还把他给直接赶了出来 哦 还有这样的事情啊 这里没你什么事 也不需要你帮忙 回去好好把案子查清楚 因为灵异的事件出现命案 你无计可失 这可以理解 但是平常的形势案件 你也会搞错 这可就不能理解了 张凡的声音虽然平静 不过却并未给王子辉 留丝毫的面子 作为一方父母官 不管出于何种原因 频繁地出现冤家错案 对于当地百姓的伤害 都是很大的 张凡这丝毫不留情面的话 最主要的目的 便是督促王子辉 把这个为民作主的父母官 给做好 能够造福一方百姓 听到张凡这番话 王子辉的面色骤变 狠狠地嘴角抽了一下 心底更是生出了 一股强烈的愤怒 不过王子辉也并没有表现出来 因为他也看出了张凡 是这个团队的核心人物 他只能是狠狠地 咬了咬后操牙 既然几位警官用不到我 那我就不再逗留了 我们就先离开了 说完了 不等张凡几人回答 王子辉便上了车子 跟在后面的众人 也都纷纷上了车子 很快 那些警车们 便直接消失在张凡众人面前 张先生 您刚才说的话 是不是有些重啊 李亚文走过来 对张凡说道 再怎么说 这王子辉也是一把手啊 就因为他是一把手 所以我才把话说得这么重 他作为一方主管治安的父母官 手下出了这么多冤假错案 对这边的百姓的伤害是很大的 我说话重一些 也是为了点醒他 我这么点的他还是不能解决 那他这个一把手啊 就不用干了 张凡早已看到 王子辉关入宫的位置 有三道浅显的X星印记 每道印记 都代表了一桩冤假错案 听到张凡的话 李亚文微微点头 他猜测 张凡一定从王子辉的脸上 看出了些什么来 张先生 我的侄旗和王子辉是一样的 另外 咱们部门也不能干涉 普通部门的事 我恐怕没有权力 可以让他下台啊 这个你不用担心 咱们先把眼前的事啊 给解决好了 张凡直直 坑边了几棵杨树 随后 众人骗朝着几棵 泡在坑里面的杨树方向走 在距离杨树 还有五米的时候 几人身形微微一顿 他们的目光 瞬间投在了几棵杨树的身上 之所以有这样的反应 是因为 他们从那几棵杨树身上 感到了一股浓郁的风水气息 与此同时 他们的眼前不时地 有震纹闪过 随后 几人便快步走向了 那几棵杨树的方向 看来那个人汇报的情况是真的呀 到了几棵树旁 公量陈生说道 还真被张帆给猜中了 这阵法 跟当天的时间没有关系 但是 却和某一天是有关的 张帆仔细盯着面前的几棵树 随后 又把目光 朝树根的方向蔓延 如今的风不小 水面并不是平静的 时不时 会掀起一阵阵的波涛 并且幅度还非常大 所以 那莫过杨树的水位线 也是在不断地变化着 张帆看到 在水位线以下 也有震纹的存在 不仅张帆发现了 王栋也观察到了 毕竟 观察震纹 才是王栋最擅长的事 这水下面有震纹 我下水看看 听到王栋的话 张帆几人互相对视了一眼 而后 同时点头 王栋是这方面的专家 他下水 是再合适不过了 这也是这次 找王栋过来的目的 王栋没有犹豫 直接便迈进了水里 他并未修炼神器 所以动作 也没有像张帆那般的迅捷 随着王栋向水里迈进 他的身子 也是越来越多地陷入水里 最后 他整个躯体都进到了水里 不过 在他整个身体 都要没入水中之前 从兜里掏出了一个眼罩来 护住了眼睛 防止下水以后 视力会被影响 很显然 这个眼罩 是王栋提前便准备好的 由此看来 昨天他们过来的 虽然没有看到阵法 不过 王栋应该是想到了一些什么 只不过是没有说而已 王栋潜入水下以后 并未立刻上来 张帆几人 则都是死死地盯着王栋 潜入的位置 大约过了三四分钟 水面忽然传出了一声 巨大的声响 虽然有声响传出 但是水面 却如同往常一样 并没有什么变化 张帆几人心头微微一紧 心中不自觉地 生出了一次担忧了 本集播剧给你的收听 喜欢的话 请记得点赞留言